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泽马将球罚进 随后一丝科助攻贝尔破门 中场前本泽马再入一球锁定胜局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黄马克场四第一一转取胜吉罗娜 双方在上赛季联赛中交手两次 当时吉罗娜在主场2-1立刻黄马 而黄马则是在主场6-3大胜吉罗娜 赛前转播镜头给到的A2黄马首发阵容 比赛第五分钟 镜头给到了场边的黄马屁补门将库尔图瓦 第八分钟 贝尔前场送出直塞 迅速插上进去的本泽马面对伯诺一脚冷静的推着破门 不过主裁判在经过VAR回放后 判定本泽马约未在先 此力进球无效 第十二分钟 穆涅大在一次防守中对贝尔进行登盘 不过主裁判并未对其出是黄牌 第十五分钟 埃森西奥进去左侧送出横桥 中路跟上的伊斯科一脚推射 监球打偏 第十六分钟 乔科洛萨诺右路带球突破 杀志进去后一脚抽射被防守队员挡出 中路跟上的伯尔哈将球一口后一脚漂亮的抽射破门得分 一比零 主场作战的吉罗纳率先破门 第三十一分钟 马赛洛左路送出斜船船给到禁区 门前的拉莫斯一气闪投空门将球顶偏 第三十四分钟 马赛洛大禁区前起 球给到禁区 门前的拉莫斯一气投球空门将球顶飞 第三十八分钟 贝尔左路送出横球给到禁区 门前的伊斯科一脚抽射被伯诺挡出 随后 中路的球带埃森西奥被协防的穆涅撒放倒 主裁判听过VA2回放判定后 吹给黄马一粒点球 第三十九分钟 拉莫斯主打点球 一气漂亮的哨子点球片过伯诺将球稳稳发进 一到一 黄马将场上比分扳平 拉莫斯用手势庆祝自己的进球 第四十四分钟 本走马左边路奉献出一连串 精彩的过人突破后送出横敲 门前跟上的艾森西奥一脚推射将球打偏 后点跟上的贝尔曼里一步一脚低射没能打好 提球被伯诺分稳抱住 半场战法 黄马克场暂时一比一战停吉罗纳 一边在战第四十六分钟 波普带球杀入进去后 被血网的拉莫斯和奈乔贝尔南德斯放倒 不过主裁判并未做任何表示 第五十分钟 马赛洛中场送出鞋长船转移 进去右侧跟上的贝尔里脚抽射被伯诺扑出 第五十一分钟 进去内带球在艾森西奥被帕恩斯放倒 助裁判吹把点球 第五十二分钟 半死马住把点球 将球稳稳拔进 一到二 黄马将场上比分逆转 第五十八分钟 中场带球向前的波图一次漂亮 得人球分过 放开鞋房的卡瓦哈尔后 形成单刀 不过皮球被及时出击的那瓦斯化解 第五十九分钟 伊斯克中场送出绝妙斜塞 左路高速插上的贝尔带球杀入进去后一脚 冷静的 推着破门得分 一到三 黄马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 第七十一分钟 埃森西奥 奉献出了一次漂亮的脚后跟传球 第七十七分钟 索里亚洛莫进进去后送出的三脚回传 中路跟上的波尔哈一脚抽射 被那瓦斯盛用挡出 第八十分钟 贝尔右边路送出横船给到进去 门前的本泽马将球停好后一脚抽射破门得分 一到四 黄马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三球 本泽马破门后中裁判经过和视频裁判主沟通后认定进球有效 通过划线也可以清楚看到本泽马并不越位 不失阶段 格拉内力进去前的一脚大力抽射 被那瓦斯神勇化解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黄甲马德里克产四比一逆转取生吉罗纳 出炒阵容 吉罗纳四杠三杠三 三波罗 二十木涅萨 十五胡阿提 二贝尔纳多 二十九波罗七十九埃迪 六 格拉内力 二十四地摩尔 八帕斯七十一亚利克斯加西亚 十 柏尔哈 十九乔克洛赛洛 五十八斯图亚尼 九波图皇家马德里斯 干二干三干 一 一 纳瓦斯 十二马赛洛 六十瓦拉内 四拉莫斯 六奈乔费尔南德斯 二 凯尔哈尔 十四 卡赛米罗 八 克罗斯 二十 阿森西奥 二十二一四科七十七 莫德里奇 十一位二 九本则马 九本则马